便宜的小孩裡面問一個新生意 看起來人家是相當的顧水 不過新生意是最最看到就是有這個紅糖來發生 一般淨上幾天就會消退 那是說紅糖稍微不得性質變紅的這個範圍 來比大白白就要來注意囉 一般家長在家裡要注意的是說 因為在家裡沒有特殊檢查的儀器 所以一般是用肉眼去觀察 它那個黃胆的範圍 那我們就是要先知道說 新生的黃胆即使是會先從眼睛開始黃 然後臉 然後往下面就是胸部腹部 然後最後黃到四肢跟手掌腳掌 那一般要注意的是大部分 如果黃胆的範圍已經到下腹部的話 那就要注意它的指數有可能就是15左右 以前表示說黃胆一般是分作為單純性的 生理的這個黃胆跟白胆性的這個黃胆 像一項比較單純 可能幾天的時間就消失 如果說八年生的黃胆就跟新生理 載入到其他一半有關 那不能來討多我 那高峰期通常是出生五到七天的時候 黃胆會達到最高的一個程度 不過有些其他比較罕見的一些病理的原因的 新生的黃胆 有的在頭二十四小時會竄很高 他有一些像膽道閉鎖其他原因的新生和黃胆 他有可能會延續到出生後三四個禮拜 甚至一兩個月這個都有可能 對著新生理的黃大雲 因為說皮膚是在有這麼明顯的這個差別 新生理不會不透過眼睛看方式的黨來發言 還是說黃胆的範圍越來越大 大家趕緊來就醫出出的黃胆台灣 飲品要做生的後遇症 南天新聞 南以西亞劉亞 蔡宏博德 謝謝